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要继续在阿摩斯书里面来思想 神当时借着向以色列人说话 今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我们怎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那个跨越时空 对今天我们的提醒安慰与鼓励 阿摩斯书的第七章 承接第六章 第六章我们看见神指责那些在北国以色列 位在高官上面的那些在群众之中做领导的人 他们的生活上面怎么样的奢华艳乐 他们怎么样的荒废了公平与公义 以至于他们要招惹神的一个审判 或者说是管教 那么第七章就提到 神借着先知要宣告 或者说神给他们看见一些管教的方式 后面要跟着来了 以色列人不要以为觉得说我们在那边安逸 无忧无虑的生活 或者我们当时战胜了一些短暂的军事胜利 就以为说我们国父名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是神后面的动作要来 以色列人如果持续在他们自己的作为里面 他们终究要面对神的审判 那么神的审判怎么进行呢 其实从以色列人历史上 我们看见神常常借着环境向人说话 所以我们来看第七章里面神怎么样的作为 第七章一开始说 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 先知讲得很清楚 他下面所讲的话是神指示他的 换句话说不是他自己的一个感觉感动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幻想而已 主神指示他什么事情呢 他说未亡割菜之后菜又发生 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 蝗虫吃尽那地的轻悟 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 因为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 好了 神给先知看见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为王割菜 什么叫为王割菜啊 就是说在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一样 他们在种植他们自己的田地之后 其中有一部分上好的 刚刚收成的 要先拿去给王家使用 这好像是一种纳税的方式也是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先把这个田地里面 出熟的刚好的 先割下来 然后给王 以后这个田地里面再长呢 才归自己 所以他说为王割菜之后呢 菜又发生 就是菜又继续长了 你知道这个田地里面 果树他们会继续成长的 可是刚发生的时候呢 下面讲主造蝗虫 换句话说 这个蝗虫不是随着自然界的时候 自然来的 一般蝗虫来的时候是圈雨后 大概是晚春的时候 才会有蝗虫发生 但是你刚刚才收割 应该不会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蝗虫 不是一个大自然的 一种自然的现象 是主造 换句话说是 以后华神的一个作为 他造蝗虫 造蝗虫干什么 蝗虫吃进那地的轻物 换句话说 地里面的 不论是牧草也好 农场也好 果树也好 通通都吃光了 吃光了怎么样 不得了 吃光的结果是什么 吃光的结果就是 人没得吃了 换句话说饥荒要来了 主造蝗虫来 借着环境上的不顺利 提醒人啊 你知道有很多时候 人在环境上顺利的时候 就忘记了神的存在 我常常觉得说 像今天这一个科学 发达的时代 那是神的恩典 神给人头脑 人可以在神所造的头脑里面 去发现这个宇宙里面的一些奥秘 然后怎么样 去创造一些科技上的一个成果 我觉得是好的 可是人不要忘记啊 人今天以为说 我们有科学了 我们有科技了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就比神还伟大了 哪里有神啊 有没有看见 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 科学上的发展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环境 你知道地球 在整个的银河系里面 是如此的独特 也被神格外的保守 我们的地球外面有一个大气层 保守着我们 你要不要看看月球 看看其他星球 没有这层保护的时候 你看那个陨石 动不动就打在那些星球上面 满目苍蝇 如果今天地球也是这样子 我们谈什么发展 我们谈什么永续性 或者连续性的研究呢 今天人如果住在地球上 三天两头夺陨石 我记得前一阵子 有一颗陨石打到欧洲 你就看见大家都紧张 来那么一颗我们就受不了了 如果我们像月球 三天两头陨石这样下来 情况之下 我们有什么科学发展 我们能够发展什么 今天有一个客观的环境 保守在这边 因此我们可以稳定安定的发展 这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给我们一个理想的环境 我们久了之后就以为是自然而然 感恩之心就没有了 现在神造蝗虫 让你的自然而然的环境变化了 你看在启示录里面记载 那个七印七号七晚 那个灾里面 你可以发现那个灾里面 都有一些特殊的天灾异变的现象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主要再来 人马上就要面对神终极的审判了 在那个最后的一刻 神也是一样借着环境的改变 让人看见不都是这样子的 不要骄傲到一个地步 以为我快要变坑神了 你永远不会是神的 你不过是在神所造的环境里面 给你有一点发展的空间 给你有一点可以运用神给人的智慧 去创造发明一些 我们需要谦卑 神如果改变这些环境就没有了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告诉我们说 神就造了蝗虫 吃尽那地一切的轻物 怎么办 没有得吃了 你在富强嘛 你在以为你可以打给别人嘛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些基本条件你都忘记了 那是神给你预备的 神造了 然后怎么样 这个时候先知就发挥了一个 代求的功能了 他说我就说 主耶和华求你赦免 赦免什么呢 主造蝗虫你干嘛赦免 赦免谁啊 当然先知知道 这个蝗虫是神管教跟审判的工具嘛 那为什么要管教跟审判呢 不是我们国家很强吗 不是国父名强吗 不是才刚刚打完圣仗吗 赦免的不是外在的环境 赦免的是人对神的态度 是人心的丑恶 是人心里面不尊神为大 是人与人之间强陵弱富临贫 是这个人被神从埃及白白的恩典 带出来的这群人 活得完全不像神 当初叫他们出来说 要做圣洁的国民 要做祭司的国民 他们不是 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 这个要赦免啊 求神赦免 他说怎么样 因为雅各为弱 雅各为弱指的是什么 这是他的弱小 他不配承受神的赦免跟恩典 也没有能力自己胜过软弱 但是怎么样 求神怜悯 雅各为弱 他怎么能站立得住呢 如果神要这样审办下去 雅各就倒了 这是一个代求的功能 然后耶和华就后悔说 这灾可以灭了 神听了先知的祷告 然后还后悔 后悔说这灾可以灭了 我们初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一种 突然之间那个感觉 哇 好在有先知代求 如果没有先知的话 神就这样的一意孤行下去了 神就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思想 再继续往下想 你会不会觉得 先知比神还伟大 先知比神还懂得怜悯 先知比神还懂得向人代求 神好像被形容成一个 很残暴的君王一样 好像前一阵子我们看到一部 好莱坞拍的电影 叫挪亚 那个电影里面 完全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的来拍的 那个真理里面看见 挪亚是一个顽固执行神命力的人 而神是一个很残暴的 完全没有 没有这种怜悯之心的 要毁灭全人类的 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我听说 有一间教会 也不分青红照白 就把弟兄姐妹都带去了 看完了之后 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解释了 其实有的时候 要带领弟兄姐妹们做一些事情 要有一点辨别的能力 那个完全不是圣经 只是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里面看 哦 神在那个时代 曾经用洪水毁灭人 神多残暴啊 其实不是 这边你也是一样 你会不会觉得 哎呀哎呀 好在有先知 你好在有先知的下一个感觉 就是先知比神还懂得怜悯 而且你看神后悔啊 什么叫后悔 后悔就是前面做了 后面觉得做不对 赶快后悔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从圣经整体里面来看 在撒末尔记上 十五章二十九节里面 告诉我们说 神从来不会后悔 神不会做事说 哎做错了 来不及了 赶快改一改了 不是 神是全知的 神是全能的 神怎么会后悔呢 神的后悔 在圣经里面 只是一种迷人化的表达方式 为了向人说话 神要用人稍微可以明白的方式来别 这个后悔 在原文的意思叫做改变心意 不是说他做错了 所以他要赶快说 是说神调整他的做法 那么神调整他的做法的时候 有个大原则 譬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原则 我们可以明白 当初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 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在激励新山上 宣布祝福的话 对于以巴路山上宣布祝福的话 他说如果你进去了之后 进去迦南应许之地之后 如果你在神的祝福里面 你却偏离了 那你要小心承担以巴路山上的咒诅 可是你在神的管教 跟神的咒诅 跟神的刑罚里面之后 你后悔了 你发现我做不对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转回 你转回之后呢 神又把激励新山上赐福赐给你 所以你看见这里面 你感觉好像神变来变去 一下子咒诅 一下子赐福 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 神的原则定在那边 你走在神的光中 你就被祝福 你偏离你就咒诅 但是你偏离之后呢 你又转回 又变成祝福 你祝福走久了之后 如果你又堕落在恩典里面 你又被管教 神的大原则没有变 是看你的态度是什么 所以所谓的后悔 就是神转变他的心意 不是神变来变去 神永远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那一位 但是神不是溺爱的那一位 神为了我们的好处 祂也管教我们 可是在管教中 如果你用正确的态度 回应神的管教 神的怒气就挪去 相反的 如果你在恩典中执意犯罪 我就是这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 神在爱我们的条件之下 祂不得不管教 这次圣经给我们看见 所以所谓圣经里面讲后悔 主要是指这个 神的原则定在那边 人怎么样回应神 神就按照回应 按照祂的原则来面对人 所以你看起来 好像有些转换 当然另外也有一些经文 提到耶和华的后悔 是指耶和华的伤痛 那不是指说他做错事的 他的心里面 那个看见他所造的人 在罪里面造成这样的痛苦的结果 又不愿意转向真光 那个心头 好像一个母亲 一个父亲 看见孩子堕落 他那个心里面的忧疾 用这个来表达神的一个吸引 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是指神做错事情了 神是全知全能 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神知不知道 以色列人 纵然有阿摩斯先知在那边 向他们劝告 可是他们最后还是不听 结果要经历 亡国的这个事情呢 神当然知道 否则的话 先知书里面的那些预告 那些宣告他们近期的管教 那些宣告弥赛亚的预备 那些就不会存在了嘛 你都回头了 都没有是怎么会有呢 这就告诉你 神是全知的那一位 那么如果神是全知这边 神这边到底在做什么 不是明明阿摩斯 祷告了之后 神就改变了吗 其实这里面要看见几件事情 记不记得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拜金扭堵 后来神说 我就不与你们同去了 结果摩西就向以色列人代求 说宁可神把他从恩典中挪去 神明上挪去 求神也要继续给以色列人机会 你感觉出毒的时候 也感觉到 哇摩西比神还伟大 你看神一生气了 结果全部毁灭 结果好在有摩西带倒 摩西带倒完了之后 神就不这样惩罚以色列人了 摩西比神还伟大嘛 不是这样子解释的 神全然知道 这边只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祂的主权 在祂的永恒全知里面 祂做事从不后悔 这个地方其实是让我们体会到 神愿意给人再有悔改的机会的时间 先知代求了 终极的审判要来了 神的管教要来了 是不是可以先拿去啊 因为雅各软弱 再给雅洛一等时间嘛 这个地方神的后悔说 这灾可以免了 不是指说 就算了 没错了以色列人 你们就继续巧取豪夺吧 就继续活在富人的那种 那种浪费罪恶里面 神说算了算了 没事了不是 因为你明明看见 从例子上证明 神最后是管教以色列人的 这灾可免的是指 现在暂时不这样子做 这些几乎是管教 或者毁灭性的审判 再给你一点时间 你如果愿意再回到 激励新山里面的祝福 就赶快离开 那个最终的生活 神也体谅给先知看见 先知不单单只是一个宣告 神要管教的人 先知自己也在神的带领里面 他也是一个蛮有怜悯 蛮有同情的怜悯 主啊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吧 主啊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吧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也宣告一件事情 有一天以色列人被神真的管教的时候 你不能够说神没有怜悯 也不能够说神没有给你机会 神都给了 但是你没有把握住 其实这句话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面 你也可以常常可以经历到 难道基督徒每次我们一犯罪的时候 神就马上管教吗 其实也没有 我们天天都有圣经 神的话都在这个地方 标准我们不是不知道 可是你看见 神有的时候在祂的怜悯 在祂的宽容里面 祂还给我们一点时间 给我们的机会 你不要践踏神的恩典 你也不要把神的宽容 当作纵容 圣灵提醒你该回头的时候 赶快回头 你在搞婚外情吗 你现在还没出事 你不要以为神无所为 神只是留下空间 让你赶快回头 你再不回头 你迟早出事 你在为非作歹吗 你在那些欺负那些 地位才是学问不如你的人 你在自高自大吗 你以为神不知道吗 神今天还没有处理 绝对不是表示祂永远不处理 祂留下空间 只是让你悔改 赶快在神的那个严厉的管教之前 赶快回头吧 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你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神的永能跟全知 祂不可能说是因为不知道 因为人的祷告之后 改变祂的作为 我常常讲 祷告不是你去改变神 是被神改变 这个地方神当然知道 就算阿摩斯现在祷告 蝗虫的灾可以免了 它后面还是没有用的 他们还是会继续这样做 神从永恒的全知里面都知道 那么如果都知道 神现在为什么要改变 就直接审判下去就完了吗 没有 神让先知知道 祂有带导的权利 神也有足够的恩典跟怜悯 再给人一点机会 但是人如果不回头 你就没有用了 神的全能跟人的本分之间 并没有冲突 做你该做的事情 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让先知看见 你的怜悯的心可以发挥 你为百姓代祷的心可以看见 记在圣经里面 成为历世历代人的一个 一个学习 做神仆人的一个榜样 我们可以学习 但是人真的要免去神的灾难 神的管教 不是另外一个人替你祷告 然后你自己都不改变 没有用的 真正要免去神的管教 只有你自己转回 所以有这样子的了解 我们就不会对圣经里面 这些记载产生 好像这些人 这些先知 比神还伟大 比神还怜悯 比神还懂得爱 那错误 以后后面讲说 神又给他看见第二件事情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 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 火就吞灭深渊 险些将地烧灭 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 因为雅各为弱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就后悔说 这灾也可免了 同样的情形 第二个灾难来了 这次灾难是什么 用火 火来怎么样呢 火来烧灭一切东西 惩罚以色列 火就吞灭深渊 险些将地烧灭 换句话说地上地下的全部烧灭 是一个打的火 圣经常常用火来表达神的管教 好了 神第一个蝗虫免去了 蝗虫免去了之后又来了 以色列人有没有回头呢 没有回来 他又被指示看见 神要继续了 神的终极审判要来了 蝗虫只是一个物质生活的缺乏 有东西吃了 火呢全部灭绝了 哇哦 一个比一个严重 为什么 因为你不回头嘛 先知又祷告了 说主啊求祢止息 因为以色列人伪弱 以色列人实在软弱 他在你面前站立不住了 所以神说在神的全能 跟先知的互动里面 神说好了这灾也可以免了 换句话说 再给你一点时间 不过借着前面的两个启示告诉你 上帝的管教是很厉害的 先在你的物质生活环境上 给你造成不顺利 所以提醒你 怎么会没有蝗虫的时候 有蝗虫来呢 这提醒你 这是神的作为 第二个再告诉你 你再执意不回头 后面是全面的毁灭了 给你看见了 那么现在上帝 暂时不终结的做这些事情 等你一个机会 还是没有 所以 然后看到第七节讲 他又只是我一件事 又只是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 主手拿准神站在其上 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 你看见什么 我说我看见准神 主说我要调起准神在我们以色列中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以色列的丘谈必然凄凉 以色列的圣索必然荒废 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普安的家 好了 这一段经文你看见 第三个异象看见 第三个异象看见 什么呢 是主怎么样 主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 什么叫准神啊 你骑墙的时候 这个人在自己下面 你怎么知道这个墙骑得很直呢 所以常常用一个准神 一个重物 下面也许一个石头还是千块什么 你站在上面 它吊着用这种重力加速的原则 它是直的 所以看看那个墙 有没有按照这样骑 这样就知道它骑得准不准 所以准神什么 准神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横梁 是一个鉴别的一个地方 他说怎么样一个准神 这个墙应当是按准神建的 主拿了准神站在其上 在那上面再量 在量这个墙 换句话说那是一个横梁的标准 主要来是什么样 怎么样呢 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呢 他说我看见准神了 看见这个盖房子这个 这是个标准来了 主说我要调起准神在我们以色列中 这个准神调起来不是调在墙上啊 是调在以色列民中 怎么样 就好像你在衡量墙盖的值不值一样 上帝要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以色列人做的 对不对 你到底有没有活出那个是属神的殖民的样子 耶和华要做你的神 你要做祂的殖民 在这个世上你要扮演那个 那个把众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那个功能 你是个祭司的国度 你应该活出那个圣洁国民应用的样子 你到底有没有标准来衡量了 衡量完了结果怎么样 下面讲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你有没有发现当神讲完这句话之后 先知没有代求了 先知没有说 哎哟 属耶和华求你赦免吧 因为以色列人民伪弱 他们在你面前怎么站立得住呢 没有了 这边讲我必不再宽恕 换句话说神已经宣告了 你不回头 你一定要这样下去 上帝的标准立在那边 先知你替以色列人求 说黄虫之灾可以免了 火的之灾可以免了 你凭什么要求神说免了 是因为以色列人改变了吗 用上帝的标准来看看 以色列人改变了吗 上帝在祂的怜悯里面 把这些停下来了 现在告诉先知说结果是什么 难道你要神做一个纵容人犯罪 而不做任何回应处理的神吗 上帝的标准在那里 从人所造的宗教里面 我们比较喜欢的神是什么神 那神只管赐福 其他的不要管 我要什么 你给我什么 这个神就好 至于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 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家庭关系 我到底有没有骄傲自大 还是我在那边一天到晚自悲自怨自爱 这个你少管 我要什么给什么就好 那是对偶像 真神不是这样子 真神祂要我们在祂的恩典里面 要回应祂的恩典 这个回应祂的恩典的方法 不是说你去做多好 是圣工啊 宣教啊 说各方面来讲啊 参与的远地的福音 或者做社区的服务啊 或者奉献啊 那都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 我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改变 然后宣教奉献 参与社区服务 都是生命自然的流露 那不是交换恩典的筹码 那叫做见证 这是圣经的次序啊 好了 现在先知代求了 蝗虫之灾可以免了 火的焚烧可以免了 然后呢 以色列人有没有改变啊 上帝把此标准放在地方 你有没有改变 所以后面你看见说 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 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 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普安的家 什么意思 以撒的秋坛是什么 以撒是代表北国 北国的老祖宗的 王他们在做事情 怎么会有秋坛呢 秋坛是 当时加拿大人拜偶像 在三纲上就做所处理的 这些随便自己建立的敬拜场景 以撒家怎么应该有秋坛呢 以色列人应该只能拜 独一的真神 怎么会有秋坛呢 然后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 以色列人的这些圣所 基本上来讲 耶罗普安的时候 二十时候 他在伯特利 在基甲盖别士巴 都盖了一些所谓的这些圣殿 敬拜神的地方 在伯特利的这个殿 还专门是给君王跟贵族们 敬拜的地方呢 所以他说什么 以色列这些敬拜神 他们自己盖圣所 盖神的地方 必然荒废 哎呦 盖圣所都是很好的嘛 为什么荒废 因为在圣所里面盖什么 第一个 你的圣所 没有按照神所定规的地点 去盖 你随便乱盖 第二个 你盖了圣所 你真的在圣所里面敬拜神吗 你以为神只是停留在圣所里面吗 离开圣所之后 为所欲为自己做自己的吗 礼拜天来敬拜神就够了 那个神已经满意了 礼拜一到礼拜六 我过我自己的 你以为我们拜的神 就是这么糊涂啊 我们嘴里说他全知全能 心里面真的这样认为吗 以色列人当年就是这个样子 我有没有圣所 有 我在各高光上还有秋坛 那个秋坛除了以色列人脚踏两条船 拜偶像之外 他们也在上面拜耶和华神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先知代求说 神啊免去黄虫之灾 神啊免去火之灾 神回应先知 也暂时的停下来了 但是结果是什么 所以说神宣告 我告诉你标准在哪里 严格讲起来 以色列人只要转回到神的光中 这些苦难生可以拿去 但是你执意了活在苦难之中 你用任何的方法 你有秋坛的敬拜 你有圣所的敬拜 耶和华神都不要 把他毁掉 这句话对今天的我们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在圣灵的光照 跟提醒里面 我们也看见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些地方是偏离神的原则 你用什么样在神里面 重新找回 那个基督所赐的平安呢 怎么样能够再带着一个 坦然无惧的心来到 诗恩座前呢 你领受神的救恩的时候 你是不是仍然活在罪中 你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转向神嘛 转向神才是关键 不是说我带着罪 然后我去侍奉 我去奉献 我去参与这些事工 然后上帝啊 将功抵过吧 将功抵过的方式 从来不是圣经的原则 主要的原则就是 你的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你的过觉得很大 但是过怎么办呢 耶稣基督的宝血 有为你预备 感谢主 你罪虽如诸宏神 要洗你洁白如血 可是然后呢 然后不是你一直犯罪 一直洗你啊 你要转回来嘛 你要转回到神的面前嘛 雅各书里面讲说怎么样 说你们勿要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们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然后后面讲什么呢 说有罪的人啊 要清洁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呢 要洁净你们的心 这就告诉你说 不要继续 你亲近神 然后不要继续活在罪中 靠着主胜过罪的软弱跟捆绑 然后迎向神的圣洁跟光明 这是我们真正该做的事情嘛 这个比你去奉献 比你参与圣宫更重要 次序是更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神说什么 以色列人 你以为你只有邱谭呢 这种不合神心意的禁闭 甚至于你有圣所 也不是合神的心意 没有用的 这些情况之下 神已经把标准定在哪里 上帝告诉你标准在哪里 标准不是你我自己审断 今天有很多的宗教 都在做这个游戏 求援兼裁判 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神 然后我们自己定义 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将来我们要怎么样 去到哪里 全是自己在化平冲击 不是 神有标准在神那里 祂立下了准神 祂来衡量 所以后面才讲说 祂说我必兴起 用刀攻击耶路破安的家 神说怎么样 祂要起来 换句话说 这是指神的手要伸出来了 要怎么样 什么叫耶路破安的家 那是指耶路破安的王朝 跟祂的政权 换句话说 这句话讲说 神要借着管教以色列人 让整个全属乎属乎神的全民 能够明白属灵的原则 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做完之后 先知没有再代求了 没有说先知又再起来讲话 没有 因为他实在看见 他前面的代求 神又宽容 神又怜悯 可是宽容怜悯 换来的是什么 换以色列人继续在对头 所以那个玄告的审判 已经来到了 这是给我们今天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弟兄姊妹们 有的时候我们落在难处之中 神有的时候 兴起环境来提醒我们 好像那个蝗虫之灾一样 环境之灾一样 有没有有没有警觉啊 如果在一个逆境里面 你真的被神的灵光照看见 是有什么地方做不对的 赶快回头 请容许我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说明 不是以每一个逆境 都是你犯罪的结果 有的时候是大环境里面犯罪 我们一同成战 对不对 一个战争发生 你真的很爱助人猎 在战争的苦难里面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见 一个人落在难处里面 我们就去指着他一定犯罪 这犯了约伯三个朋友的错 但是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 存在一颗谦卑的心 每当我们落在环境的逆境中的时候 我们要自省 不要别人来指责我们 我们要自省 自省什么呢 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 神现在是借着环境向我说话 如果你的省察里面 有不对的地方 赶快回头吧 那是最聪明的一件事情 不要让神的管教 一个比一个严重 前面有黄铜龙管教 后面有火的管教 你看见那个神的作为 神不是一个报复主义者 神是爱的主义 神提醒你 你不听 祂再提醒你 再带 一个聪明的人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有智慧的人 不要把自己 放在那个光景里面 所以 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主要是在叙述 这样的一个状况 告诉那些 那些在北国的人 不要为父不仁 不要失去公平跟公义 不要在敬拜神的事情里面 有口无心 不要把神当作偶像的敬拜 反而只是 把它变成仪式上的 一个行为而已 否则的话 神的管教会来到 那么第十节 开始一到最后呢 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 真先知跟假先知 这个作为了 这时候在北国 也有一些假的一些 这些所谓的祭司啊 服侍神的这些人 这些人不是神选招的 他们怎么说呢 你看第十节 伯特利的祭司 亚马谢 打发人到以色列 王耶罗波安那里说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 图谋背叛你 他所说的一切话 这国担当不起 什么叫伯特利的祭司 这边很有意思 他不是讲说神的祭司 亚马谢 祭司是拿来服侍神的 伯特利 伯特利是什么 伯特利那里有圣说 就前面所讲的 伯特利的祭司 是属于王家的祭司 换句话说 在北国 整个信仰片栗的情况之下 当时南北国分裂的时候 利维人大部分 都到耶路撒冷去了 耶路撒冷去了 耶路撒冷 那个不是二是一是 就自己就 自己案例 选例一些人 做祭司了 这些人怎么样 领王朝的供奉 他们怎么样 他们不是按照律法 利维人是领受 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之后 利维人可以在这里面来享受 神给他们预备的 这些人不是 这些人是由王家来养 我养你们这些人 在养你们这些人的情况之下 这些人当然就服侍于王嘛 你是神的仆人 神负你责任 你是人的仆人 你只好仰望人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叫亚马谢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祭司 这是一个在人中 从人的制度里面 人自己所案例的一个 一个王室的一个 好像来执行宗教礼仪的一个人 这个人来干什么呢 打发人到以色列王 耶路波安那里说 就叫人猜人去怎么样 诬告去告 去告这个阿摩斯 告他什么呢 他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 图谋背叛你 阿摩斯其实是领受神的吩咐 去向以色列人传那个悔改的信息 他最后讲到说 如果你们再不悔改 神要用刀 就是换句话说 会有战争来攻击耶路波安的家 他现在把它解释成说怎么样 他要背叛你 把一个从神来的带领 牵引成一个政治案件 政治事件里面来 然后怎么样 说他所说的一切话 哪些话 就是前面一到九节所说的话 这些话怎么样呢 这国担当不起 这个担当不起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这国容纳不下 换句话说 我们这国家里面 不要听这样子的东西 他讲的这些讯息 而不是恩言 是祸化 是祸患 所以不行 他打扮了去告他状 他怎么样告 他说因为阿摩斯如此说 他说耶路波安必被刀杀 以色列民定被夺去 离开本地 见没有 这的确 这句话里面 阿摩斯是领受神的丰富说 叫他们回头 再不回头的话 阿摩斯的王朝要结束 以色列人要被掳 他要兴起一国 来把这个国家灭掉 现在这个亚马歇 你也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你没有体贴神的心意 你只想到自己的位分 哎呀我整天跟这些王朝的人 在一起吃吃喝喝 整天也是享受这种特殊的礼遇 因为我是在这边被选召出来 代表这些人们 在这边服侍神的 在王室的一个服侍神位 有我的地位 我不讲我该讲的话 我只喜欢讲人喜欢听的话 这是今天有许多的传道人 要在神面前面对的 当我们今天传递出来的讯息 到底是弟兄姊妹们喜欢听的话 还是弟兄姊妹们该听的话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要按着真理 对抗人的罪性 对抗人的私欲的时候 人是很不舒服的 常常讲恩言 常常讲祝福的话 常常讲让人很舒服的话 人很高兴的 可是人今天基本上 需要在神的真理里面被提醒 我们当然不是整天在 讲台上面炮火四射 轰个人乱七八糟 不是 但是我们要勇于 指出人软弱的地方 我有的时候 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你知道做婚姻辅导 也有很多种方法 有的人做婚姻辅导 两对夫妻来吵个半天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牧师我请客吃饭好不好 摸头摸头大家吃饭 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们大家吃饭快快乐乐 这对夫妇去吃饭了 现在牧师都紧吃饭了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算了 回去 这种回去可以撑多久 三天 基本的问题没解决 碍于情面 牧师也不敢指出说 你到底什么地方做不对的 你做不对得罪人呢 做不对的时候 他不高兴了 就有两个人都不来聚会 两个人都不来聚会 我们教会又少了两个人 少了两个人 就少了两笔奉献 你知不知道 你到底在服侍谁啊 你敢不敢在弟兄姊妹们 来寻求辅导的时候 按着圣经的真理 指出他们的错误 为他们祷告 与他们一起祷告 认罪悔改 把他们导向正确的位置 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不是带到人的面前 说他们该听的话 不是说他们想听的话 这个亚马歇 是我们最大的见解 这个人只想到自己的位分 只想到自己的好处 我现在是宫廷祭司 我在这个地方 怎么跑了一个阿摩斯来 你谁人啊 你在我们国家里乱讲 我在这边服侍的 大家好好 你看我们国家富强康乐 对外打仗胜利 人民丰富 的确很好嘛 怎么跑来你这个人 你在南国的 你跑来干什么 在这边胡说八道 说什么耶路坡安的家 也必被刀杀 然后说什么以色列人要被辱 这是什么话 这不对 不要在这边每次找事 亚马歇 然后他回过头来 亚马歇回过头来 就对阿摩斯什么 他说十二节 亚马歇又对阿摩斯说 你这仙剑啊 要逃往犹大地去 在那里虎口 在那里所欲言 亚马歇回来 就见阿摩斯了 阿摩斯啊 你不是也是仙剑吗 仙剑是什么 就能够看见异象的人 其实在旧约圣支里面 仙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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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代表同一批人 意思就是说 你是仙剑嘛 你仙剑怎么样 你到犹大 逃往犹大去 不是叫你干 就你赶快离开的意思 你在这边制造麻烦 你回到犹大嘛 你是南国的人嘛 你就去南国嘛 你怎么样 在那里糊口嘛 你要混饭吃 是不是 你要做这些中小 我在这边混饭吃的 蛮好的嘛 你不要来抢饭碗嘛 你去那边嘛 你去南国混口饭吃 好不好 你在那边说预言 反正老百姓也搞不清楚 他们很喜欢听预言嘛 对不对 你只能反正说耶和华 多说点预言 他们就喜欢 他们喜欢 他们就会喂你嘛 你就会有饭吃 你就可以糊口了嘛 这就是 亚马歇所讲的 你干嘛 跑到我们这边 胡说八道 害我都没饭吃到时候 你到南边去嘛 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好不好 在那个地方混饭吃 在那边混日子 这就是这边所讲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 他十三件 你却不要在伯特里再说预言 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 有王的宫殿 看到没有 你不要在我们这边讲嘛 这边有谁的圣所 王的圣所 圣所应该是神的 怎么会是王的呢 王的圣所 有王的宫殿 换句话说 这边是有我们的王朝 有我的势力范围嘛 我在这边你干什么呢 你在这里干什么 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看见 当一个侍奉神的人 你只看见自己的厉害得失 你没有看见神真正的需要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 我记得以前听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说有一间神学院 这个学长回来 告诉在神学院里面念书的学生 说什么呢 说你们将来毕业以后啊 要到哪间教会去服侍呢 我教你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那个方法不是说我好好祷告 求神说主啊 我的工厂在打你 你拆我去 好像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拆 不是 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啊 周日的时候啊 散会的时候 或者聚会的时候啊 你开车上的教会去看看 如果那个教会的停车场里面 停的啊大部分都是Benz B&W 双B的这种车子的话 那间教会可以去 那间教会很有钱 如果那个教会里面停的 都是那些国产车 都是那些二手货的车 那不必了 那个教会没什么钱呢 怎么会有 会有这种学长回来讲这种话呢 你把服侍神当作是一个工作 你在寻找公司 有发展潜力的公司 我们就去 不是这样子 亚马歇给我们 看见了一个最可悲的 一个服侍神的现象 你本来是服侍这位万王之王 及龙门那一位 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 及卑贱的位置上 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 那么什么样子 叫做服侍万王之王呢 那就是当神 启示你 要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勇敢地往前行 奉神的命往前行 将神的儿女百姓 清清楚楚地 带到诗恩座前 带到主的面前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 在那个地方 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要去做 最近这段时间 我也听到有一些现象 我觉得有些怪怪的 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讲说 说什么 说我们跟着牧师走 牧师跟着神走 我就听到怪怪的 那你的牧师如果走错了呢 为什么不是牧师和神的儿女们 一起跟着神走呢 我最近也听到有一些讲法 有一些讲法 在现在这个时代 又跑出来了 说牧师是你的遮盖 说教会是你的遮盖 遮盖什么 我是一个牧师 我敢遮盖谁 按照提摩带前说 二章五节里面讲说 神与人中间 唯一的一个中宝 就是耶稣基督 其外没有别的中宝 你要遮盖什么 今天我在神的光中 在神的面前 承认是说 我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仍然常常要在神的面前 被圣灵提醒 要悔改 要认罪 我的个性 我的品格里面 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被神 再往那个圣洁的标准上迈进 我如果还在一个 迈进的标准过程之中 我就不是一个完人 我不是完人 我遮盖你什么 我在遮盖你的过程里面 会不会把我的罪上 你也要承担啊 他说那牧师不要遮盖 牧师不要遮盖了 教会遮盖 好不好 教会来遮盖我们 你要教会遮盖什么 教会完全吗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教会 哪一间教会 敢在主面前讲说 我是perfect 教会是一大群 在成长中的儿女们 主是在一起的地方 既然在成长中 就表示你不是完全 你不是已经达到 perfect位置了 你要遮盖什么 你为什么需要一个人的遮盖 需要一个教会的遮盖 而你不直接寻求 神的保守 跟神的眷顾呢 你要在有限的人的眼中 制造这些东西嘛 我觉得更危机的是 传达这样的讯息的人 这样子的牧者 你要去遮盖 别人的意义是什么 你同时就产生了一个 人为的权柄 我遮盖你喔 你哪天把我惹火了 我不遮盖你 你怎么办 你我有什么资格遮盖别人啊 我们只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领受神保血的遮盖嘛 不要去树立那种 人的那种权威 我们的权威来自于 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而不在于我们的那个职份而已 亚马蟹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是祭司喔 他是服侍神的人喔 可是你看看他的生活表现是什么 他的见证是什么 你今天要亚马蟹遮盖嘛 我想你大概不会要 你说我不要亚马蟹遮盖 那你要谁遮盖 哪一个人你真的看得见他里面呢 不需要找这些人为的 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被神的大光来启示来照明 以后我们认真的回应神 不断的在这条道路上面迈进 我们一同成长 不是说我要做个生意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牧师你来给我遮盖一下 教会你来给我遮盖一下 那这样我的事情就会成功了 谁告诉你的 你自己想的途径呢 你事情会不会成功 好好在神面前尽上本分 去研究去努力 寻求神的智慧 神给你智慧 神给你机会 你就能够做成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神 神如果没有 你也一样心安理得 因为知道我已经尽力了 不是这边找遮盖 那边找帮助 然后就保持没有问题了 我们这个生意可以稳稳当然 往前走了 因为有牧师的遮盖 有教会的遮盖 七遮盖 八遮盖 遮盖到头来 你越遮盖你越糟糕 来到神面前吧 被神带领才是真正的 你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来讲 你能为人按手祷告 你都要小心 免得在人的罪上有分 你居然还敢做别人的遮盖 你遮盖什么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 去小心的 不要老是在圣经以外去创造一些名词 创造一些作为 没有圣经完全的根据 你到底在做什么 在神的面前悔改跟从主是最重要 亚马歇就犯了这个大的错误 然后呢 阿摩斯就回过头来对亚马歇说什么呢 他说我原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是牧人又是修理上述的 耶和华选召我 使我不跟从羊群 对我说 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 阿摩斯就解释了 你叫我回南国去混饭吃 我告诉你我不是 我原来不是先知啊 我也不是像你们这样的先知的门徒 好像在北国那时候 有这种训练预备的这种神职人员学校 我不是 他其实不是先知 不是说他真的不是先知 他不是从这种体系里面出来 他是神直接选召的 我不是像你们这样子 王室的成员情况之下 我不是 他说我原来是什么 我是一个牧人 又是修理上述的 那么当然这节经文 我在讲阿摩斯书 概论他就已经讲过 这边的牧人修理上述 其实不是表示他是仆人 很可能是那个牧场的主人 是那个果园的那个主人 所以阿摩斯很容易了解 上流社会的一些现象 他其实很可能是个妇人 他说怎么样 是个富有的人 他说耶和华选召我 使我不跟从羊群 不跟从羊群之后 不是叫我去牧养这些羊了 叫我怎么样 向我名以色列说预言 什么预言 他讲的还真的是预言 其实预言是什么 预言不是说 以色列人要亡国了 在预言之前 他说以色列人赶快回头 再不回头 你就要遭留神的审判了 神的审判看起来是预言 但是先知其实更重要的 不是只是告诉羊群说 你已经逃不过神的审判 将来就完蛋了 不是 他乃是告诉他们说怎么样 你如果要避开神的审判 你要避开以巴禄山上的咒诅 赶快回到基利新山的祝福里面来 赶快回头 这是他的预言 这是先知要做的一个工作 我在解释先知书概论的时候 我就说先知的主要功能 不是只是在那边讲将来的事 他主要功能是指责当代的罪 什么罪 人跟神的关系脱离 人跟真神之间变成仪式化 人不遵守神的命令 典章律律 人只走在自己里面 思域里面 想利用神 然后在这个 不专一跟从神 拜偶像这个行为 从这里面转回 生命里面没有流露出那个 被主的恩典 浇灌说应该流出来的更义圣洁 慈爱怜悯公正 没有这些东西 先知要再回来 这是先知要做的工作嘛 所以 他就回过头来 下面就跟亚马歇讲了 亚马歇 你不是说你要说预言吗 我就告诉你神给我的启示是什么 神说什么 他说亚马歇啊 现在你要听耶和尔的话 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 也不要向以撒加低下预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你的地 你自己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 你自己必死在误会之地 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但是 你这个服事神的 却在服事神的道路上面 混乱主的道的人 阿摩斯现在对亚马歇说 他怎么样 你不是叫我不要说预言吗 不要再讲了吗 不是叫我不要像以撒加 像北国低下预言 那低下预言就是讲 那个话是这样喷出来的一样 那低下好像是 就是拼命地赶快讲 叫他们回头一样 你不是叫我不要这样做吗 他说耶和华是不是 既然你是这样 我现在就对你说预言 你会遭遇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他说你的妻子 必在城中做妓女 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一个祭司的妻子 在城中 就是空旷 大家都看见的地方 做妓女 就公开被羞辱 为什么做妓女 这显然是指 城破了之后 敌人攻进来的 那个光景嘛 这个古代的人打仗 一个战胜国 对于一个战败国的妇女 何等的残暴羞辱 你的妻子会造成这样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你的孩子要被杀啊 他说你的地 必有人用绳子 量了取得分 分取 你现在在王室的 这个供养之下 你有你自己很好的享受 所以你不敢讲真话 为了要保佑你这一切 你知道这一切 别人要用此量了之后 分走了 不再属于你的了 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 换句话说你会被掳 污秽之地 在当时只是说 不是神所拣选 换句话你被掳到外邦 不是神所拣选的 迦南美利这块 属乎神的圣地 不是 你要被掳到外面去了 你不得再见神 你是服侍神的人 你却要被掳去外边 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换句话说 不悔改的以色列人 审判已经定下来了 好像前面讲说 耶和华人怎么样 他宣告 他已经宣告 他要兴起 他必定要做这样的事情 换句话说 以色列人在神面前 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以色列人 没有这个机会呢 神要兴起 要审判呢 因为 你这位服侍神的人 没有在你的位分上 做你该做的事 现在神在你的软弱里面 拆派另外一个先知 进来做这件事情 你还拦住 你还破坏 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们要去了解 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们 我自己是一个传道人 我负责任任的讲 传道人要在神的面前 讲神的话 传道人不要牢笼 弟兄姊妹们 不要吓弟兄姊妹们 不要恐吓弟兄姊妹们 但是要把弟兄姊妹们 带到神的话语之中 我读过一本书 有一个人这样子写的说 说你们千万不要批评传道人 你如果批评传道人 那个耶洗别的灵 就在你的身上 你就逼迫 逼迫神的仆人了 不要随便的这样子定罪 如果传道人做不对 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否则你看看亚马歇的下场 神在祂身上所定的是 这很可怕的 你以为我在这边平安无事 拥有王室所给的一切 我有家产 我有妻子 我有儿女 一切都很好 我在这边安居乐业 每天就这么晃的晃的 跟着这些富有的人 在这边享受罪中之乐 就没事了吗 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 这些都走了 你的家产被别人分走 你自爱的妻子儿女 死的死 被辱的被羞辱的被羞辱 你自己也离开这个安稳之地 到达那个被辱之地 靠人而来的这些稳定 不会长久的 求神帮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 认真敬虔 保罗说所求于管家 是要有忠心 忠心的回应神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弟兄们软弱子 我们要扶持他们 好像前面阿摩斯所说 为他们带导 鼓励他们走回正路 那是我们该做的 但是当他们执意 不回头的时候 你也要按着圣经的真理 指出他们的错误 他们喜欢听 不喜欢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该做 我们应该要做 这样子的事情 好像先知以西节 耶利米一样 神告诉他们说 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 其他的 神自己会处理 以西节是以色列人的守望者 他讲了神说你不讲 是你的错 你讲了还不听 他们自己要面对 今天所有的传道人 无论你在一个富有的国家里面 还是在一个贫穷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都应该按照神的话 来做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有一天 神向我们被他选招出来的 这批人 要质问我们的就是 你到底是谁的仆人 你有没有忠心回应神 阿摩德阿摩斯书的第七章 成为我们的提醒 这里面 有神对以色列人的宣告 这里面 也有教导我们 怎么样做神的仆人 愿神的话 真是我们脚尖的灯路上的光 提醒我们 做 讨他喜悦的事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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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